师兄带着很多人各地去弘法供修 参与供修的许多人 觉得他讲白话佛法讲得很好 供修后觉得更加理解白话佛法了 有些同修觉得他分享的大多都是自己的感悟 这位同修去年被东方台发通知说是修偏差了 但是很多同修觉得他现在应该改了 要给别人机会 这位同修带领大家每天上香供修念经 还把菩萨的称号都改了 比如把菩萨称号改为南京妙诀定主师 关心大菩萨 太岁大菩萨 观地大菩萨 还叫人一起唱关心菩萨称号 闭关等修行方法 请师父给大家开始一下 你说正如理如法不啦 不如理不如法 好了你都知道了还要我讲啊 称号都改了这是尊师重道了 好好好 师父没叫他改他就改 你说这个叫邪了不啦 邪 好了师父教他把人家闭关这么学的 嗯 你说这种人能跟着他的 嗯 不能跟 好了 不可以的 你如果你看像美国有好几个弟子 把师父的白话佛法都 全部背出来 人家就这么讲啊讲啊 讲那里面都是白话佛法东西 人家大家也很喜欢听他讲 这叫如理如法的呀 你尊师重道都不懂你 这种人你说你能 你能修得好心的 嗯 不能 你说说看呢 对不对呀 佛陀十大弟子如果都不尊重 佛陀当年的义址的话 师父的话你说他他们怎么能够上天呢 就像现在学生如果不尊重自己的老师的话 你学生学得好老师的东西不啦 不能 今天你们跟师父学你们都不尊重师父 自己连生号都改了 你说你这个人还有什么救啊 你告诉我呀 嗯 没有救了 好了 这叫给他给他机会啊 怎么给啊 你告诉我呀 他自己不改我给他机会啊 嗯 好了 没办法给 嗯 嗯 那 如果说他们有些师兄因为无名 然后这么盲目跟从的话 他们需要念你佛吗 要 我问你一句话 盲目跟从人家去做坏事 最后被警察是不是一起捞进去啊 嗯 对啊 好了 好了 全部撸进去了 这样吧 嗯 嗯 好了 那一般他们就是这个是要去做遍理佛呢 忏悔 去遍就可以了 嗯